现在是吃菠萝的季节,怎么能少得了之道酸酸甜甜的菠萝古老肉呢? 切好的肉块中放盐,胡椒粉,料酒,再来一个鸡蛋,腌制20分钟会让肉吃起来更嫩 腌好后放入一勺淀粉和食用油,这样炸出来会更酥脆 五层油温下锅炸,炸至金红酥脆就可以捞出来了 锅留底油,倒入一包调制好的糖醋汁 小火炒冒泡后放入菠萝,肉块和青红辣椒,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啦 酸汤鱼很多人都喜欢吃,但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其实一点也不难 做酸汤鱼首选炉鱼片,放点葱姜水,盐,胡椒粉,一个蛋清,生粉 这是鱼片肉质滑嫩的关键 油热下鱼骨,凉面煎香,放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适量清水和一包熬制好的酸汤料,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放点你喜欢吃的蔬菜,烫熟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下鱼片小火煮上30秒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吃酸汤肥牛了 其实自己在家做呢,一点也不难的 你看,先把金针菇和窝笋丝烫熟捞出 肥牛也下锅,焯水捞出备用 锅中有热,放入蒜末辣椒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就用这种熬着好的酸汤料 一袋里面有四包,用一包就行了 煮开后放入肥牛再煮一分钟就可以开吃啦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来填满红虾牙籽出锅了 有没有想吃的呀 有想吃的来我家吃啊 每次做这个香煎浴室卷 我都会多做一些 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擦好的芋头丝里放一勺花生米 葱花,盐,母香粉 两勺红薯淀粉,少许清水 抓拌成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准备一张腐皮 放上芋头丝 按照自己的手法卷起来包紧 水开上锅 大火蒸15分钟就可以了 放凉后切成小段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半煎半炸 这样做的香煎浴室卷 外酥里诺 你要不要试一下 猪尾炖黑豆 大人喝了腰不酸 小孩喝了长高高 锅中放入超过水的猪尾 黑豆 核桃 红枣 档参 酱片 适量清水 大火煮开转中火 爆一个小时 放点枸杞 一小勺盐调味 赶紧给家人安排上吧 很多人都以为猪赌鸡的做法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跟着我做一次就学会 下姜片和白胡椒碎炒出香味 放超过水的猪肚 继续煸炒出胡椒的香味 想要汤浓白 一定要加入开水 放入档参红枣 扣盖中火煲一小时 放入鸡块再煮十分钟 来点枸杞 一小勺盐调味 养味的猪肚鸡汤就做好了 一到夏天 很多人就喜欢去外面吃酸汤肉片 其实自己在家做呢 一点也不难的 买肉的时候 让老板切成厚厚的薄片 放点葱姜水 盐 胡椒粉 生抽 蛋精 炒至十分钟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油热下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 一袋里面有四包 用一包就行了 煮开后 放入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 垫在碗底 然后下肉片 轻轻滑动 煮上两三分钟 就可以出锅啦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为什么酒店里的酸汤肉片 那么受欢迎 那么好吃呢 其实他们放的调料 特别简单 首先 把里鸡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放盐 鸡精 料酒 蛋清 生粉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然后下蒜末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只需要一包熬制好的酸汤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 放入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 垫在碗底 然后下肉片 轻轻滑动 煮上两三分钟 就可以出锅啦 你看 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你们看 我叫做辣椒面干一包 今年的新辣椒做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 安逸得很 以后你要是想吃梅菜扣肉了 千万不要自己做 真的太麻烦了 这个梅菜扣肉 我回锅了很多次 无需解冻 只要扎上几个小孔 上锅蒸25分钟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全用的是猪的下午花肉 瘦多肥燥 吃起来香而不腻 你们说糯米烧麦吃多了会脏气 这次做一些紫米的放冰箱 孩子上学的时候蒸一蒸 就可以当早餐了 先把提前浸泡4小时的杂粮米 上锅煮熟 下午花肉末边炒出油脂 再放腊肠丁和香菇丁炒出香味 然后放玉米 青豆 胡萝卜丁 生抽 老抽 蚝油 五香粉 鸡精 白糖 炒匀炒香后 倒入煮好的杂粮饭 泡香菇的水也倒进去 这样蒸出来的烧麦 吃起来才会又香又糯 饺子皮用擀面杖擀薄一点 再放上杂粮饭 用胡火收紧 捏成葫芦状 水开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杂粮烧麦 再也不用担心小朋友吃多了会脏气了 你做的盐菊鸡为什么颜色不好看呢 那是因为你少做了这一步 拿出一直有梦想的鸡给它洗个热水澡 倒入一包盐菊鸡粉 给它做一个全身spa 零点黄质字水颜色更漂亮 再来点花生油涂抹均匀 葱姜段塞进鸡肚子里 上锅大火蒸35分钟 隔水蒸的鸡肉做法简单颜色漂亮 吃一口满嘴香喜欢的收藏吧 在夏天的餐桌上 怎么能少得了这道捞汁海鲜拼呢 真的是酸辣爽口越吃越想吃 首先把我们喜欢吃的海鲜洗干净后 依次冷水下锅 放点葱姜料酒 盖上盖子用大火把它们全部送上天 再过一下冰水 这也不能使海鲜肉汁更加爽脆 控干水分后放蒜末 青红辣椒 洋葱 柠檬 调味只需要一包海鲜捞汁 用它泡过的海鲜真的很哇塞 抓匀后就可以开吃啦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沙姜鸡包 一滴水都不用放 打开盖子满污飘香 做法简单 鸡块中放沙姜 盐焗粉 料酒 食用油 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 锅中放入姜蒜爆香 倒入鸡块 带上盖子 淋上一圈广东米酒 隔10分钟 打开盖子香气扑鼻撒点葱段 配上两碗米饭真是绝了 金汤鱿鱼 酸爽开胃 拯救美食欲的夏天 首先给鱿鱼切个漂亮的鞋十字花刀 水开放金针菇 窝笋丝 烫熟捞出放碗底备用 再下鱿鱼焯水30秒捞出备用 油热下蒜末炒出香味 放入一包金汤料 加入适量清水煮开 倒入超过水的鱿鱼 再煮3-5分钟 煮熟后倒入蔬菜碗中 葱花辣椒点缀 浇上热油 酸爽开胃 夏天必备